薄熙来案世纪审判今天在近南登场 检方指控薄熙来利用妻子谷开来和儿子薄瓜瓜收受贿赂 2100多万人民币薄熙来当今翻供 前埃及总统布巴拉克可能将于星期四获释出狱 为埃及局势增添变数 国际社会对叙利亚反对派指称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杀死大批平民 表示严重关注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在2013年8月22号 为您推出的聚焦薄熙来特别报道 我是樊东宁 众所瞩目的薄熙来案世纪大审在今天正式拉开序幕了 薄熙来在庭上针对多项指控表示反驳并且做出了翻供 而VOA卫视今晚针对薄熙来案 今天在济南开审将做出两个小时的一个完整报道 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有来自济南的第一手现场报道 北京专家的及时分析 驻伦敦记者的内幕追踪 以及世界媒体对博案开审的一个最新反应 而中国著名的意见作家戴琴女士 稍后也将来到我们演播室的现场 深入探讨薄熙来更正苗红的背景 和她如今日薄西山的命运 是如何牵动着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 和洗礼体制未来的执政格局 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 在稍后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发表您对薄熙来案的看法 我们的电话是400-120-0551 也请您持续锁定 今晚VOA卫视聚焦薄熙来特别报道 好的 在新闻一开始 我们马上就先来关注 今天博案在京南开审的一个最新进展 中国当局对中共高官薄熙来的庭审 今天上午在京南开始 薄熙来当庭翻供否认接受贿赂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现年64岁的前中共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在两名法警的押护下走进法庭 没有戴手铐 似乎比17个月被双规前销售 公诉人的起诉书 指控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委书记 辽宁省长 商务部长等职务期间 为他人谋取利益 并且通过其妻子和儿子受贿财务 共计2179万元 侵吞公款500多万元 由于这次庭审不让境外媒体进入法庭 济南中院在庭审情况通报会上 向中外媒体介绍了对薄熙来 收受贿赂的指控 直接或者通过其妻博股开来 其子博瓜瓜 收受上述二人给予的财务 共计折合人民币2179万余元 数额特别巨大 2002年 薄熙来担任辽宁省人民政府省长期间 利用职务便利 我同他人侵吞大连市人民政府 公款人民币500万元 数额巨大 但是在法庭指控薄熙来 收受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唐宵林 贿赂折合人民币110万元时 薄熙来当庭推翻中纪委 对他审查期间 曾违心承认 接受贿赂的事实 说唐宵林给他三次送钱的事不存在 薄熙来说唐宵林十几年前能骗 今天仍然可以骗 把十几年前运作的阴谋 今天拿到法庭作证 是亵渎法庭的神圣 薄熙来在法庭上表示 希望法官能够合理的公正的审判 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审判此案 在法院外边 警察用塑料路障封锁了街道 薄熙来的一些支持者连续第二天 在法院附近举行抗议 但很快被警察驱离 济南中级人民法院说 各界人士86人旁听了这次审判 为了让媒体和公众了解这次审判 法院还用微博直播了这次庭审 不过还是有很多民众 希望能进入法庭 旁听这次世纪审判案 一位支持薄熙来的民众说 还有一位济南的姓默的民众说 就是关心到一个国家前途的命运来说吧 但是他说公开审理 现在连路都疯了 你说怎么群众有个知情权啊 一些中国民众在关注薄熙来案件 是否能够公正审判的同时 也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政治改革 何去何从表示担忧 济南居民于明说 我们更关心的是 薄熙来这个事件过去之后 中国是政治所向是什么 是否民主 是否给我们权利 是否给我们选票 是否能够实行宪政 中国人就没有人权 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你看我们都进不去 可能一会让进了 现在不知道 至少我现在一直在等 我们进不去 中国国营的中央电视台报道说 在山东省会济南市进行的审判 将持续两天 预计判决将于9月初宣布 有分析人士说 薄熙来几乎肯定会被定罪 中共高层事先已决定了审判结果 VOA卫视报道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VOA卫视的聚焦薄熙来特别报道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除了针对薄熙来这个世纪大省的程序和看点 为您介绍之外 我们也将针对关键人物为您抽丝剥茧 揭开更多薄熙来案的内幕 而VOA卫视驻北京的记者东方 他今天一整天也在济南做了详细的报道 下面我们就先来看 他从济南现场发来的最新报道 星期四早晨8点30分 举世瞩目的薄熙来案 就在我身后的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薄熙来在法庭上拒不认罪 可以说是今天庭审最引人瞩目的焦点 一早就在济南中级人民法院 外面等待的外媒记者团 没有看到或者拍到薄熙来 或其他重要证人进入法庭的镜头 据说薄熙来在早晨8点多钟 进入法庭的三辆面包车中 薄熙来没有穿球服 而是穿一件普通的白衬衫 他把证人唐骁林称之为一个骗子 一个真正的腐败分子 怨然站在一个人民好干部的道德高度 大骂真正的腐败分子 这次检方的起诉书中 点了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的名 称薄熙来的部分贿赂是通过薄瓜瓜收的 观察家们认为 这埋下了将来起诉薄瓜瓜的引诱 这次审判 当局虽然没有进行视频直播 或电视直播 但济南中级人民法院 刚刚注册的新浪微博 用文字的方式 播发了检方和薄熙来 以及律师的唇枪舌箭 受到广泛的关注 这也是新媒体在特大新闻的传播方面 成为中国政府的首选 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发言人刘延杰 称薄熙来本人委托的两名辩护人 在开庭前多次会见薄熙来 首次扩清了薄熙来的两名律师是本人委托 而非政府方面指定 现在我就今天上午 本院公开开庭审理的被告人薄熙来 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议案的有关情况 向大家进行通报 由于案件正在审理之中 这次新闻通知会只通报情况 不回答提问 薄熙来的亲属五人 媒体记者九人 各界人士八十六人 出席了庞庆庭审 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发言人 对由于庞庆席有限 包括外媒记者在内的很多人 虽然很早就提出申请 但未能出席庞庆 表示道歉 并请记者谅解 案件目前仍然在审理当中 美国之音VOA卫视记者东方 山东济南报道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VOA卫视 我们今晚将为您播出 长达两个小时的聚焦 薄熙来特别报道 上个月7月25号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通报 中国当局针对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涉嫌受贿贪污 以及滥用职权一案 由山东济南人民检察院 向济南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在起诉书当中 薄熙来的三项罪名分别是 利用职务之变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约2000万人民币 贪污公款 数额巨大 约500万人民币 滥用职权制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遭受巨大的损失 情节特别严重 而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 薄熙来在星期天晚上 星期三晚上被压卸到济南 关押在看守所 而今天上午8点30分左右 前往了济南 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庭讯 为薄熙来案这场世纪审判 揭开了序幕 而审判薄熙来的这场大戏 看来也十分的戏剧化 这是薄熙来自2012年3月 被关押以来首次公开露面 我们也看到他的神情 非常的满面愁容 而在起诉书中的部分罪名 他也当庭做出了反驳 被认为是被翻供了 那么有干的详情 我们现在就立刻连线到济南 请VOA是驻北京的记者 东方带我们来掌握 薄熙来案今天上午开审 在现场的一个最新情形 东方现在人目前的位置在济南 东方你好 你好主持人东宁你好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首先就想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在庭上的一个最新情况 薄熙来他是怎么样在当庭翻供的呢 东方 对今天的其实大家注的焦点呢 就是说薄熙来不承认受贿 不承认这个贪污受贿 这个最重大的罪名里面有两个 他完全否认 这是出乎所有外媒观察家意料之外的 都以为他会承认啊承认认罪 然后换取比较轻的刑罚 一般认为就是15年 然后呢这个庭审呢 应该是两天结束 那么今天上午就100万美元的这个 一个叫一个叫唐骁云的向他行贿的案子 真正扯了四个小时 扯的是非常非常的具体 那么薄熙来当场就说我根本就没拿过他的钱 那么而且说唐这个唐骁云啊 是个一面之词 他十几年前就是一个骗子 他是个贪腐分子 他今天说的话我认为他就根本不可信 他几十年前十几年前就骗 他今天的话怎么可能信呢 今天他仍然可以骗 就等于把这个检方的最关键的证人 把他一笔抹消了 另外呢他这个检方又提出来说 那薄熙来就说这个被告人今天所成的供言啊 不实 那么我们将会提出正一系列证据来证实的 结果检方提出来的一系列证据 比如说什么批件啊什么东西的 薄熙来很熟悉的里面的情况 他的脑子非常的清晰 他的思维也非常的敏捷 说这些东西就是批件而已 根本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作为一个大人士的这个市长 作为市委书记啊省长 我根本就不需要看到这些东西 所以呢 这个他特别还提出来说 刚才我看到了唐霄林的录像 唐霄林呢是通过一个啊 这个现场的录像作证 并没有真正进入这个审判厅 那么他说我看到了薄熙来说 我看到这个出卖灵魂的人的丑态 我真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人 他就完全是个骗子 他就是他蒙气了我 薄熙来在情商的表现呢 就好像是一个大义凛然的一个清官 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人 他那个控告他的人呢 反而是一些这个贪苦分子 所以呢他好像是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度 这个呢是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的 那么薄熙来这个案子 下午呢是徐明的两千万的 这个也是行贿案 那么他就说徐明的案子 基本上是和谷开来在一起的 那么这个情况根本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不知道 我很长时间没有和谷开来 有这样的联系了 所以呢他就一推又二五 全部否认了 这给当局出了一个难题 到底这个案子怎么审 明天能不能审完 能不能审节 这么旷长日久的辩论下去 这个情况会怎么样 所以呢今天我只会一个重大的新闻 就是今天当晚的新闻联播 从七点钟开始 我一直盯到七点三十分 结果居然就是没有这条新闻 我们知道这条新闻 今天在所有的世界各大网站上 都是最轰动的新闻 结果中央新闻联播 就连提都没有感 都没有提这么一个字 所以说说明今天济南的情况 十分的诡异 相信稍后我们在世界媒体看中国 有很多世界媒体关注 薄熙来今天开审的一些报道 不过中国没有报道 倒是非常奇特的 那另外想请教你呢 是很多人认为说 这个薄熙来他今天在庭审的表现 可能跟他接下来的刑期有关 还有据传的薄瓜瓜 在今天庭审中也被提到了 因为他是被协助来收受贿赂的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东方 来我们进一步的说明呢 东方 是的 薄瓜瓜在起诉书中被提到 是他和他的母亲谷开来 收了部分的贿赂 就是给薄熙来的贿赂 是通过他们两人收受的 这也使我们非常的惊讶 我们知道呢 可能是以前的分析是说 薄瓜瓜把它排除在外 让他在美国能够上诉 能够上学 继续上学 继续读书 让他能够安全 那么这样的呢 这个安排呢 可以换取薄熙来在庭上认罪 换取一个中央 我们把这个薄熙来案子 作为一个反腐的一个典范 也展现出习李政权反腐的这个决心 这个胜利来打老虎打上瘾 作为这么一个案子来看 现在看来呢 就是完全就是出乎当机的意料 今天起诉书中 居然把薄瓜瓜也写出来了 说他是收受的贿赂 为以后去这个起诉薄瓜瓜 可能留下了伏笔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东宁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东方在近南 为我们所做的一个现场连线报道 辛苦了 而回顾薄熙来案的发展 可以说是惊心动魄 从去年的2月初 王力军出走美国成都领事馆 爆发海武德命案 薄熙来被免职 古开来被判死缓 到现在薄熙来在近南接受审判 这一连串的发展 环环相扣 这背后是否有人精心设计 又是否涉及了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 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薄熙来这颗中国昔日闪亮的政治明星 沦为了阶下囚 他个人的命运 对中国的政治走向有何影响 薄熙来案又凸显了哪些中国严重的司法和政治问题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电话连线 请人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 就博案的最新发展进行影响 来为我们做深入的分析 张立凡先生您好 您好 组织人好 各位听众观众好 那么张先生 您是如何看今天薄熙来在庭上的表现 他的翻供在您的预期之中吗 在我的预期之中 此前有不少媒体问我对此案的预期 我说以我对薄熙来先生性格的了解 这个案子最大的悬念就是薄熙来是否会当庭否认一切空罪 所以我想今天我看到这个就印证了我这种猜想 尽管他还没有否定全部的空罪 但是我从他这种游刃有余的反击态势来看 我觉得他在未来的这一天中 否认这个其他空罪的可能性非常大 那么也有张先生也有很多人认为说 这一次薄熙来的审判 其实事实上政治审判只是走走过场 甚至他的刑期都已经定了 是定了一个不让他将来有机会 嫌疑翻身的一个刑期 再反过来为他量身制作这个三宗罪的罪名 不过今天我们看到他在庭上 针对一些部分的指控当庭反驳 那这跟原先中共高层可能达成的公司 跟预定的一个刑期会不会有所变化呢 您的分析 我想可能变化不大 因为这个案子既然启动了 就是开工没有回头见 所以我想不管薄先生在庭上如何的反击 我想对他的这个判罪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也许在幅度上稍有一些个调整 但是从根本上来讲 就是这场审判的目的 虽然是以经济控罪的方式 但是目的是要结束他的政治生命 那么对于他这样一个人来讲 他是一个上大学的时候 他是一个读世界史的学生 研究生他读的是国际新闻专业 所以我认为这两个专业 对他今天的表现都产生了作用 一个是他可能注重的是 他未来的一个历史形象 因为今天是他的告别演出 所以他一定要在历史上 或者给公众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这个印象必定是维护他自己的形象 这一点有可能就是 比他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再有一点就是他很善于利用媒体 他历来在他的这个官场上 他就善于利用媒体 今天我觉得在这个众多的媒体聚焦之下 他这个表现实际上是扳回了很多 这个原来对他的指控的那些个 对他的形象有很大的修正 他很希望试图把自己变成一个失败的英雄 那么这一点呢 可能也是我们需要继续关注的 张先生谢谢您的分析 那么您也是一位历史学者 您也刚提到了博士来今天的表现 可以在历史上也成为一个助讲 那您怎么看博士来案这个案子 不论从任何角度来看 它都是历史的一个大案 他对于中国接下来的政治走向 还有洗礼政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张立凡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想那个这次他的这个不管判决的结果怎么样 他所造成的这种政治冲击已经形成了 这种政治冲击可能会刺激相当一部分的这个 薄西来的这个支持者以及那个共产党内的一部分的这个重要人物 有可能就是对于习近平先生或者洗礼体制造成更大的政治压力 那么而且也这个案子如果他的审判结果不理想的话 那么也就实际上把这个原来之前所宣传的那种 就是彰显新的领导核心的这种反腐的决心 打击这个贪腐的这种决心也打了折扣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达到两个效果 一个是进一步的撕裂中国的社会 就是社会上原来左和右或者是自由派和这个保守派 他们这种争论本来就已经很激烈 而不按的这个今天所展现出来的这些场景 有可能加速这种撕裂 第二是有可能对高层原来已经达成的某种妥协 就是在博案上原来已经达成的某种妥协 造成新的这个裂痕 那么这个裂痕究竟会怎么影响未来的走向 我觉得可能需要这个习近平先生自己做一个选择 究竟是选择宪政呢 还是选择这种一党专政的这种独裁的模式 继续走下去 因为我们也注意到习先生和博先生他有相同的这种红色家族的背景 以及他们相同的教育和这个成长经历 所以我想 薄熙来今天的表现可能会给习先生造成一种精神上的冲击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在北京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从历史这个宏观的角度来分析今天 博爱开始一个最新消息 非常的感谢您 那么薄熙来案这桩历史答案 但情错综复杂 而牵涉的人物也非常的多 今天VOOH的聚焦薄熙来特别报道 要为您抽丝剥茧 揭开更多的内幕 我们从这张图卡中可以看到 几位在博爱当中和英国有关的人物 其中殷伤海武德之死 可以说是整个薄熙来案爆发的一个导火索 而曾经在英国留学的博瓜瓜呢 他也的海外的奢侈生活 也因为今天在中共审理博爱的起诉书中 明确的列出了博瓜瓜 他参与收受贿赂 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而下面呢 我们就立刻透过视讯连线 请VOA卫视著伦敦的特约记者江静灵 带我们从这些和英国有关的几位关键人物当中 寻现追及更多的博爱内幕 静灵你好 你好东宁 那么是的 在今天的工程中 薄熙来被控受贿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个他是透过这个妻子谷开来 和儿子博瓜瓜来洗钱 那么这个表示呢 博瓜瓜在博案中扮演了一个白手套的角色 那么也使得博瓜瓜再次呢 受到各界的瞩目 那么我们知道 你刚刚也提到东宁 在这个赴美求学之前呢 博瓜瓜他长期是在英国接受教育 而且呢 他从12岁起 就是在英国当小留学生 那么进入了英国司令名校就读 但是呢 他在牛津大学的时候 因为成绩太差 遭到校方要求他主动退学 那么博瓜瓜在英国的生活 可以说是高调张扬奢华 跟他后来到美国 后来因为这个父母变成 双双变成阶下囚以后的低调作风 是迥然不同的 不过呢 我们也知道 博瓜瓜在这个星期才发表了一份声明 那么亦有所指的说 自己的安危可能是中共当局呢 使他父亲默默顺从 那么母亲进一步合作的交换条件 所以呢 博瓜瓜到底会不会是中共迫使薄熙来和古熙来 就范的最后或者最大的一张王牌呢 从今天公审的讯息 最初这个讯息来看呢 博瓜瓜显然与博案 即使没有直接的关系 也有间接的关联 那么东宁在这个 有一个内幕消息 在我进棚以前呢 提到就是说 这个博瓜瓜可能 仍然仍然仍然已经在香港 而且携带了大笔的资料 准备要这个代付这个球场啊 或者替付便捷 但是这个事情到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证明 东宁 那个静灵提到这个很重要 如果国瓜瓜已经回到了香港 准备来在济南出庭的话 这项最新消息呢 我们在一整个 特别节目当中 长达两个小时的VOA是特别报道当中 如果有说到最新消息 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观众朋友们 来更新这项最新消息的 那么静灵继续请您分析这个关键人物 尤其是跟英国有关的关键人物 那当然就是被害的殷伤海武德了 我们知道海武德的家人 在这个博案开审之前啊 也有一大大动作 公开发表声明要求 中国来协助他们申请赔偿 在这个部分 有没有一些最新的消息呢 静灵 是的东宁 这个殷伤海武德啊 跟博家的关系 可以说是千丝万缕啊 以致遭到杀生之祸 并且成为了博案的关键角色 那么他的母亲安海武德呢 在上个星期曾经表示呢 与中国政府交涉 希望可以获得求偿一笔费用啊 但是就在这个星期呢 自称代表海武德家人的 中国律师赫正生 他驳斥了这项说法 那么有关海武德家人 求偿的问题呢 也再次浮现 现在的情况呢 是各说各话 那么一个说法是 海武德的母亲和他 目前人在北京的妻子啊 这个对求偿的事情呢 这个意见不一 还有一个说法呢 就是说薄熙来的六个兄弟姐妹之间 以及部分的兄弟姐妹 和谷家之间呢 的意见也出现了分歧 所以整个求偿的情况 指的更加复杂啊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看来 最后海武德的家人 是否可以获得赔偿 决定恐怕还是在中国政府 东宁 好的 最后请请您很快谈一下 具有英国籍的前央视主持人江峰 他在博案中 也有一个神秘的角色 他目前是不是人事博家 法国豪宅的一个管理人 他又是否可能到济南 来出庭作证呢 静灵 没错 博案当中 具体上有两个 朴朔迷离的人 一个是长期供养博家的 大连商人许明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这个央视 前央视主持人江峰 那么这是江峰 我们上个星期也谈到 那么薄熙来在法国 坎城的这个豪华别墅呢 将是他在这次工程案中的 一个受惠案的 关键的一个罪证 那么江峰在海武德之后呢 接下了管理这个别墅的职务 那么江峰自己也证实了 这个他是这个别墅的管理人 但是呢 对于这个别墅的实际拥有者 到底是谁呢 江峰他是始终拒绝证实 而且也拒绝评论自己 是否跟博家或者股家 有任何的私人关系 那么过去一段时间 英国媒体一直在追踪 驾到英国的这个江峰 他到底人在哪里 那么最新的讯息指出呢 这个江峰在剑桥的家 目前是大门经锁 那么江峰的行踪呢 也不明 那么他在这里的朋友呢 就表示江峰目前人 还在中国 所以到目前为止 各企业其实是预期 希望能够在这次的公审当中呢 能让江峰和博家的关系呢 或许这个具体关系 可以有进一步的披露 不过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必须还要再观察 这个情况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静灵 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 连线报道 而从刚才静灵的连线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博案牵涉的人物非常的多 而牵涉的国家也非常多 从殷商海伍德的死 到王立军出走美国领事馆 到和古开兰 关系密切的法国建筑师 多维尔在柬埔寨被捕 加上薄熙来 在法国拥有的豪宅 可以说是把美国 英国 法国很多国家都给卷了进来 加上博案和中共高层之间的 政治运作息息相关 使着世界媒体 对博案充满了高度的兴趣 而稍后回来 世界媒体看中国的主持人 齐志峰 要为您详细介绍 世界媒体今天 对博案开始了一个最新反应 请您持续锁定 今晚VOA卫视聚焦 薄熙来特别报道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薄熙来案的特别报道 薄熙来案不只是在中国 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门话题 更为世界媒体提供了 取之不介的报道题材 下面我们就把时间 交给世界媒体看中国的主持人 齐志峰 请齐志峰来为大家介绍 今天世界媒体 对博案开审的一个最新反应 齐志峰 好 谢谢东宁 全中国全世界瞩目的薄熙来案 今天上午在山东济南开始 薄熙来当庭反驳 公诉人提出的部分指控 指出他没有从大连商人 唐小林那里受贿 他抨击唐小林是疯狗 指控他的录像证词 是拙劣的表演 而他所谓接受大连商人 徐明贿赂的说法 也是不实之词 他先前的一些认罪 是在中共当局 不正当的压力下做出的 中共当局称对薄熙来的审判 进行了微博直播 但中国公众和世界媒体 显然不认同这种所谓的直播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 薄熙来掌权时是一个有魅力 又引起争议的人物 他被积压一年多 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新闻标题中 但他的面孔一直没有公开出现 星期四他返回了中国当局控制的聚光灯下 在庭审期间 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对审判情况进行了所谓的微博直播 中国国内外的独立媒体记者没有获准到现场目击或旁听 外界所看到的所谓微博直播显然都经过官方的精心取舍剪裁 在官方发布所谓的微博直播之后 中国网民的评论也受到官方的严密监控 不断有网民抱怨他们的评论被屏蔽 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样 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也报道了薄熙来当庭反驳当局对他提出的重大指控 另外法国世界报还这样描述了庭审薄熙来的戏剧性和非戏剧性 报道说在薄熙来开审那一天 济南部署了许多身穿制服的警察 一些薄熙来的支持者上午走上街头挥舞毛泽东画像 法国世界报的报道说 外国媒体没有被准许进入法庭 在中国法庭都在中共当局的直接控制之下 分析家们认为中共高层已经就薄熙来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价还价 早已经确定将要宣布的判决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报道也注意到薄熙来当庭反驳中国当局的指控 报道说对于他的妻子古开来提出的证明他有罪的证词 薄熙来表示那都是荒唐可笑的没有法律效力的并表示古开来有精神病史 美国广播公司NBC的报道说 外国记者没有被准许进入法庭 但中国官员隔一段时间就将法庭审理情况发布在新浪微博上 人们不清楚官方的发布究竟有多么完整 日本广播协会NHK的报道说 中国这种庭审情况微博转播是极其罕见的 薄熙来案不仅仅是一个独职事件 而且也是有政治背景的事件 有观察家认为对薄熙来的量刑早在审判之前就已经确定下来 因此对中国政府来说按照公正的司法程序进行审判 也是对中国国内外的一种宣誓 观察家们认为中国当局此举是为了反击对审判的不满和批判 日本时事社星期四下午从济南发出的报道说 中共习近平领导班子希望通过对薄熙来的功审 向中国国内外展示反腐败和法治的姿态 在中国政治性的司法审判反映的是中共领导班子的意向 而被告薄熙来模仿毛泽东的政治手法 他在保守派和百姓当中获得强烈的支持 因此对他的判决看来要考虑消除党内的动摇 促进社会的安定 多年 世界媒体看中国的一个最新的观察 而稍后呢我们也快速掌握今天的一个国际新闻的一个头条 人生恐怕跟薄熙来一样是大起大落 而且这两天同样跟薄熙来一样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焦点的呢 就是前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可能将在星期四或是出狱 而这可能又为埃及的动乱局面增加了一个变数 而按照埃及总理贝普拉维的政令 如果穆巴拉克出狱 他将受到软禁 而目前还不清楚现年85岁的穆巴拉克 在监狱中度过两年多的时光之后将被软禁在哪里 穆巴拉克目前仍然面临着被控在掌权30年期间 谋杀和腐败罪名的审判 他的罪名包括了摄友在2011年的起义中阻止对抗议者的杀戮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法国说 如果叙利亚反对派有关于叙利亚政府军在大马士革附近的袭击中 使用化学武器的指称得到了证实 国际社会就必须做出强而有力的反应 但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星期四排除了动用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分析人士表示叙利亚军队星期四再次轰炸东哥塔地区 一天之前反对派指责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杀害了很多的平民 叙利亚政府否认有关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 继续来关注中日之间的岛屿争端和美国的相关立场 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参议员麦凯恩 他目前仍在日本 他可能谈到了有关于中日之间的岛屿争端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BOA维时报道 好的我们继续 好的日本媒体报道呢 麦凯恩就钓鱼岛主权的言论呢 和美国一贯的不偏向日中两国任何一边的立场 似乎有所差异 有外交人士因此怀疑麦凯恩是否将钓鱼岛处于日本的施政压力之下 口误说成了主权 相关报道请您关注我们的网站上的最新报道 而另一方面我们将焦点转到美国的国内 美国国家档案馆以及尼克松图书馆星期三 公布了最后一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时任国务卿基辛格等秘密的电话谈话 而秘密录制的电话内容中有涉及中美关系的一些内容 其中包括了尼克森得到中方发出的邀请访华之后 同基辛格商讨如何应付国会两党议员 以及如何逐步揭开美中秘密外交的一些策略性的动作 美国之音BOA维时的报道 星期三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白宫秘密录制的电话和会议录音的最后部分 外公布 美中秘密外交的同时 尼克松试图解决越战问题 并且派基辛格在巴黎进行外交活动 电话录音中 尼克松显然对首先前往中国 会给外界什么印象是有考虑的 尼克松对基辛格说 如果我大老远前往中国 而他周恩来不到美国来 问题就会显得很奇怪 基辛格回答说 不会是这样的 我已经做了安排 尼克松说 你是怎么安排的 基辛格说 我已经根据你的意见 几个月前就发出了邀请 尼克松说 是的 我知道 是最近吗 基辛格说 我已经反复发出了邀请 我说我们可以在两种方式中进行选择 前往联合国 不过更好 还是周恩来到华盛顿进行私人访问 尼克松说 不 他周恩来应该先到联合国 然后顺便到华盛顿来 我们将以圣餐款待 没有国家元首那一套礼仪 不过历史最终成就的是 中国最高领导人对美国的访问 直到1979年才得以成行 这就是邓小平的美国之行 基辛格对尼克松说 有关对华关系 我们在同国会两党接触时 讲话必须小心谨慎 尼克松说 我会对国会领导人守口如瓶 我准备让你去谈那个问题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卢克尼克特是研究 尼克松总统录音的专家 他说 上述有关电话录音是 1973年4月至7月间的有关谈话 我们获得的是一些紧张的核心内容 以及行政当局的一些成就 不过我们真正获知的是 行政当局苦恼缠身 这种比较在录音中有所体现 因为有关成就的对话是很有意思的 另外还包括同苏联领导人和中国大使的一对一谈话 外交政策方面 当时的形势的确格外顺利 而美国国内的问题 尼克松核心圈内带活动 这就是水门事件的序幕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好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 婴幼儿食品的安全 新西兰万长麦卡利 星期四和中国领导人会面的时候说 新西兰会致力于保证其奶粉质量的安全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不久前 新西兰主要的乳制品出口商 恒天然 宣布在其出品的乳清粉中 发现可能会引起中毒的肉毒感菌 由于这种乳清粉被用于制造婴儿奶粉 而引起中国消费者的恐慌 新西兰政府为此展开努力 向外国消费者保证 他们将致力于奶粉质量安全 当恒天然让消费者失望的时候 他们也让自己失望 也让新西兰人失望 因为乳制品出口是新西兰国际生育的一部分 新西兰外长麦卡利 在22号访华行程即将结束时 在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 对恒天然问题奶粉 在中国消费者中引起的不安 深表遗憾 并强调政府将以公开透明的机制 解决后续问题 中国的家长们在2008年 经受了国产毒奶粉的风波之后 转向价格更高的外国奶粉 包括从新西兰进口的奶粉 新西兰政府这个星期宣布 两名内阁成员正在主导 有关乳制品质量标准的调查 调查过程还没有结束 我希望今后几天里 我们会让新西兰初级产品部 向中国的相关部门准确说明事件的缘由 并提供一个能够放心的 重新开始乳制品贸易的基础 与此同时 另一个新西兰供应商 这个星期宣布 在向中国出口的乳铁蛋白粉中 发现含量较高的硝酸盐 中国食品监管部门扣押了这些产品 并要求厂方提交质量检测结果 以上是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好的您现在所收看的是VOA卫视 今天聚焦薄熙来的特别报道 而薄熙来从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 沦为了阶下囚 她的命运跟她的性格有何关联 从跟正苗红到日薄熙山 她的命运跟中国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 现场来宾是北京知名的作家戴晴女士 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戴晴女士 今天来到我们美国之音的演播室 参加我们有关于博案开审的一个最近讨论 那么首先我就想请戴晴女士 就这个薄熙来她的一个成长背景 我们知道她有太子党的一个背景 那您对太子党也是知之甚详的 我们分析一下她的个性 跟她的命运是不是有很大的关联呢 第一 这个太子党这个观念就是错的 在中国没有太子 他们更不是结成了一个党 第二呢 这个薄熙来的成长背景 刚才用了一个根正苗红 这个也是宣传上的用语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对薄熙来的分析 继承了很多 比如说毛泽东时代 这样遗留下来的观念 用这样的观念来分析今天的形势 有的时候不是很确切 你比如说太子党 那么中共呢 就中国共产党掌权之后 包括在它之前的国民政府 再包括在它之前的北洋政府 一直从我们从清代往上推 对吧 中国呢一直是从秦以来的 这样一个极权专制的国家 那么不管你的名字叫总统也好 叫主席也好 或者叫总书记也好 还是一个人当权来统治这个整个社会 那么这一个人当权 他的继承人是谁 那么以前唐 唐代就是姓李的 宋代就是姓赵的 那么清代就是姓爱新觉罗的 那么共产党姓什么的 姓什么的 所以呢 这时候就出现了 上一代领导人指定下一代领导人 这个状况 但是事实证明 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毛泽东指定刘少奇和林彪 对不对 邓小平想指定 比如说江泽民或者是谁 然后江泽民想指定谁 胡锦涛想指定谁 都失败了 所以呢 今天这场戏演成这样 就所谓的演砸了 我觉得演砸了 就是实际上 这个排练这个戏的人 因为我们在北京 凡是关于这个博案的 通报的 就是官方爆出的这些消息 我们看都不看 因为我们觉得 这就是你的戏本 有什么好看的 他和真实离得太远了 但是呢 即使是这样 那么薄熙来在这 又玩了一个大话招 就是他们以为 他会绕按照 给他安排的角色来出演 最后换取一个什么结果 他不干了 那您说这出气演砸了 但是就薄熙来 他的表现来说 刚才张立凡先生说 其实他觉得演的是成功的 因为他把自己塑造成了 一个悲剧英雄 这跟他过去的一个成长背景 是不是也有关联 他这一场最后 有可能是最后一场 在历史上的一个表演舞台 您怎么评价 他今天的表现呢 演砸了 我指的是排练 排练方 作为薄熙来 他实际上 他当初骗他们的时候 就包括22号 21号 20号 是7月 他骗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以为 他会以他的屈服 来换取他的短刑期 对不对 最后他不屈服 所以你认为他 精心的翻供 也是他之前 可能是精心设计的 当然 当然都想好了 他不服气 凭什么你们用这三条 三条罪状来起诉我 这三条罪状加起来 2500万 翻一翻 500 5000万 5000万 在中共的官员当中 我不说到了 他这个政治局 政治局委员这一级 我就说到了 副部级 谁没有 谁没有 你凭什么用这三条 来审问我 实际上谈到这三条罪名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罪名的这个数额 其实说是特别巨大 但是一个是2000万 一个是500万 对 那么他今天也针对了 其中的部分指控 进行了反驳 有人说这罪名 其实是根据 他最后的刑期 反过来设计 他量身定做了一个枷锁 即使是这样 刑期短 他也不服 他也不服 他就要让你们弄不成 这个呢 就是应该说 他所受的教育 和他的性格 决定了 两个 特别是性格 因为我们知道 有一句话叫做 性格决定命运 对 那这句话就印证到了 薄熙来 他的今天的命运上面 我们在谈这个薄熙来 他个人的命运的时候 很难不把他 跟整个中国的命运 牵连在一起 你刚刚提到了这个 中国历史上的 指定领导人 事实上我们看到 这一次薄熙来 他也是一个夺敌之争的 可能一个 算是受害者吧 在这场斗争当中 被败下阵来了 您怎么看 中国这样的制度 是不是应该出现了 检讨的时候了 他是夺敌之争 是完全是薄熙来 应该说薄熙来 是靠他自己的拼搏 依靠他的 有一些背景 特别是依靠他的性格 这么拼上去的 为什么呢 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 因为在1980年代 就是胡耀邦 他们已经担心了 就是将来 中国这个政权交给谁 其实你担心什么 说老实话 有什么可担心 交给民众就是了 对不对 他们担心 然后用陈云的话说 还是交给自己的子弟 比较放心 于是主要是胡耀邦主导 选择了优秀的干部 比如说李锐 做中组部的副部长 兼清干局的局长 他们当时就是全国调查 最优秀的人 他们调查出来 比如说胡锦涛 温家宝 习近平 都是他们作为第三梯队的 备选人物 这一千多个人里 没有薄熙来 他在居然没有他的情况下 一路升起来 一路升起来 所以我们今天要说薄熙来 从共产党的角度 以共产党的标准 薄熙来你有什么罪 薄熙来的罪是 人家没有安排你 你想当那个 第一把手 这是他 他们最不喜欢他的 对吧 至于那两千五百万 那就是 没法说就安到他头上的 这么做 两千五百万 不要说检察官 法官不相信 在中国没有人相信的 你一个薄瓜瓜 在英国12年 你过那样的生活 到了美国 还是这样的生活 你两千五百万算什么呀 对吧 不算是一个数 所以呢 我觉得他就是不服气 这是从这上面来讲 他就说 明明你知道 我看不起你们 我想当一把手 你们为了不让我当 把我抓起来 把我弄掉 对吧 当然有一个偶然的 就是那个黑武 海武德 王立军背叛他 有个偶然的相 但是就你们这帮人 想弄我 他绝对不服气 除了他性格 和他受到的教育 和他自己 对他的才能的估计以外 他有一个最最根本的 也就是现在 就说当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 就是我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我都是按照毛主席的做的 毛主席的红旗 你们要不要高举啊 我我我重庆市 就是按这个来做的 军贫富也好 做工程也好 包括包括抢人家企业家 抢人家企业家 都是按照毛主席 要不说你就是 你不是继承者 你说你不继承毛泽东思想 那也好 我继承了你来整我 所以他不服气 这是他的一个 他的有底气的地方 所以他才敢今天这么翻过 那你认为他 薄熙来他这个人啊 根据你刚刚提到 他的成长背景 他的才能跟习近平之间 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 应该说呢 这个如果你非说太子党的话 也就说呢 是出生在共产党的 干部家庭的孩子 那么第一呢 他们出生在战争年代的 出生在五十年代 和出生在改革开放年代的 这些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你比如说 以前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啊 以前就是要做高科技啊 现在都是要掌管银行啊 做那个大的那个做弄钱啊 现在是吧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具体的家庭 也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薄熙来的父亲 这个薄一波 薄一波他是 他是不是毛泽东的嫡系啊 毛泽东的嫡系是 我们叫做双红一 双红一是红一军团 红一方面军 然后这个枪杆子打出来的 刘少奇系统的地方党 周恩来系统的潜伏 这都不是毛泽东依靠的骨干 而是要特别要限制你们发展的 不是他的心腹 好的 谢谢我们各位听众 各位 那我们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VOA是有关于薄熙来案的一个 特别报道 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 是北京的知名作家 戴琴女士 那我们现在现在已经有些听众了 来听听他们的看法 吉林的李先生您好 请说 吉林的李先生请讲 发表您对博爱的看法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你们那个加笔 就是那个 原来那个铁道部那个部长 刘志军 还有那个盛政司那个许总红 泰武苦外 那个被恐怕了 老百姓都挺高兴 就是审判那个薄熙来 他到底 贪污受惠多么严重 老百姓 中国老百姓也不得而止 但是 好像是那个 就是那个圣元 那个薄熙来和那个同性薄熙来的 也是还是挺多的 你对这个看法 你有什么看法 好的 谢谢吉林李先生的问题 然后我们请带女士一起来综合回应 再接一位湖南的苗先生 湖南苗先生您好 请说 湖南的苗先生 请讲 对 我呢今天就讲两点问题 第一呢 因为我总感觉到这个薄熙来两千多万 比现在一个市级干部 像这个两千多万 不算多 像温家宝家都贪污了这么多钱 你的人民怎么交代 第二个我要讲一点 毛主席 你起来吧 你看看今天你这个红色的二代三代 把今天的社会弄成什么样子 我就讲这两点 好的 那么戴晴女士很简短的回应 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 跟我们做个总结好吗 好 那么作为那个第一位 第一位听众 我觉得关 我觉得关键就是 那么 中国的信息不透明 包括所谓的今天在山东的公审 那么 实际上那个检察官 他能够得到的起诉薄熙来的东西 我们谁有权利能干涉他 警察做了 对不对 警方做了彻底的调查吗 检察官做了彻底调查吗 如果说薄熙来才2500万 没有人信 如果说这个中国的很多很多人 包括现在还在位置上的人 他们没有贪污 没有人信 所以呢 这个是最关键的是法律不公正 法律不独立和信息不透明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 对 温家宝面临着这个问题 你必须要回答 你说了那么多漂亮的话 对不对 漂亮的话谁都会说 流几滴眼泪谁都会 但是你不能说我不知道啊 我很后悔啊 没有阻止他们 你要把根本的原因说出来 看看中国的百姓原谅你还是不原谅你 这是 然后你说毛主席你起来看看吧 我觉得他呢 你知道他临死的时候 他说他的理想解放台湾 第一解放台湾 第二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对吧 他说不定 他起来看一看 所以今天这些支持毛泽东时代 希望毛泽东时代再回来的听众 我觉得你们要想一想 就是他回来看一看 他觉得哎哟 这个没想到薄熙来真是一个好清廉啊 你们怎么把他拿到审判桌上 应该让他交给他更重的责任 说不定他这样看 因为我觉得 薄熙来在重庆干 就是毛泽东的那一套 好的很可惜 我们时间有限 不过我们非常感谢 北京知名作家戴琴女士 很难得的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 接受我们有关于薄熙来案的访问 非常感谢您 谢谢 谢谢您 好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来看一则 有关于薄熙来案的分析报道 没我的事了 欢迎回到我们继续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欢迎回到聚焦薄熙来的一个特别报道 我们看到中国即将开审前 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 而薄的倒台是中国几十年来 最严重的一桩政治丑闻 所以他的审判具有什么意义 对未来中国政治的走向又有哪些影响呢 下面请看VOA卫视林峰的采访报道 自新华社7月25号 发布前中央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已于当日被提起公诉的消息以来 中国政府一直迟迟 未能正式公布庭审的日期 中共高层在博案上的犹豫不决 本身就凸显博案的政治敏感性 和中共在最终如何处置薄熙来问题上 直到最后一刻仍然存在分歧 我觉得可能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些分歧 尤其在具体的审判的过程当中 或者判刑的亮度上面 都有一些不准确的东西 不能够把握住的东西 很多中国政坛的观察人士认为 对薄熙来的庭审 不过是一场精心安排的法庭剧 在漫长的这个过程中间 他们在进行这个交易 就是第一个怎么是 一个原来非常霸道的这么一个 一个他的党 让他祥福 祥福对吧 让接受这个 按照中共所制定的一个剧本 来表演在法庭上认在 对吧 这个时候要花很长时间 去支付薄熙来 第二个就是 这个薄熙来拉到起诉书以后 他是怎么看的这个事情 他愿意不愿意配合 这都是造成这个 中共拿捏不定 他们没有百分之百把握之前 他们是不敢上演这个 这个法庭的这个戏剧 但无论对中共 还是习近平本人来说 他们都希望能尽快了结博案 从习近平个人权力的角度来说 显然他在接班的过程中 那么薄熙来是他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挑战者 那么如果他要让他的接班 最后了完全稳固下来的话 显然要把薄熙来拉给打入 就是政治就是冷宫里边 就让薄熙来在事实上 没有机会再东三再起 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临近 习近平寄希望于 不安能够尽快结案 以便为在三中全会上 推出改革措施铺平道路 但路透社最近的一篇报道说 即使不安能尽快了结 他对中国政坛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 都将久久挥之不去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 就是薄熙来案件的审判 是在分裂中国社会 因为这里边就涉及到 中国意识形态的分歧 那么涉及到中国 就是那个穷人跟富人的冲突 那么涉及到中国目前改革了 是要往那个前面继续走 推行更多的自由化 还是想回到毛的方向 显然目前中国的现状 是令左右都不满意 我想这是恐怕是习近平最棘手的东西 薄熙来的落马 不仅是中国几十年来最恶劣的政治丑闻 也把中共内部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 暴露得一览无余 不仅如此 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期间 推行民粹主义政策 大搞唱红打黑 再加上他的个人魅力 这位薄在中共基层 军队甚至民间 都赢得了相当数量的支持者 还在全国掀起了左派拥护的重庆模式 和改革派倡导的广东模式的辩论 但显然以习近平为首的 新一届中共最高领导层 希望把对薄熙来的审判 渲染成一般的经济腐败案件 同时竭力淡化薄熙来案的政治色彩 薄被起诉的罪名包括 贪污 受贿和滥用职权 其中腐败是他涉案的主要罪名 因为薄熙来所走的所谓的路线 并不是他各自己都在走的路线 我前面讲了 这是胡锦涛的一条路线 也是今天习近平走的一条路线 如果在政治上进行审判的话 那就会造成中共内部 更进一步的明确的分裂 虽然实际上这样的分裂 在党内一直存在 但是并没有公开 现在开庭审理薄熙来的时间已经确定 那么不按剩下的最后一个重大疑问 就是薄熙来将被判多长的星期 领导层的分在这个问题上面 曾经有过统一 但是这种统一只是在当时是统一的 比如说就是王立军事件发生以后 对薄熙来的处理应该说是统一的 但是现在落到了要审判他的 到底审判的量和度到底是怎么做 这方面我想即使在同一个领导人身上 他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想法 更何况中国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 意见有不同 明镜新闻出版集团创办人何品认为 量刑的轻重完全取决于 薄与中共做的交易 如果认罪判得行就会相对比较轻一点 如果不认罪就会被重判 但中共必须要承担重判薄熙来 所产生的连锁反应 但是薄熙来如果重判了 那么他就更强力的成为 中国的一个左判的精神领袖 中国的社会是巨大的不公 不仅是因为简单的是财富的不公 而是财富的不公平 那么很多人就把希望寄托在薄熙来身上 把习近平变成一个新的毛泽东 认为会带来中国社会新的公平 但是对于这些社会基层的人来讲 他们除了薄熙来 还有谁可以寄托呢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 薄熙来如果被侦判 薄熙来如果不认罪 是更有利于成为他 这个毛祖分子的精神领袖 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认为 由于习近平把反腐 作为他执政的一个重要开端 通过反腐来提高微信 并重组他的人事配置 因此如果薄熙来案 能有助于打到大老虎 那么或许此案将会出现 戏剧性的第三种结果 有可能薄熙来 那么他就成为另外一个突破口 那么就是扯出另外的政法 大的这个系统里边 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说多大的程度上 王内军引发了 就是薄熙来的这个崩溃 最后的话薄熙来的案件 怎么样可以拉出很多的证据 和各种就是那个问题 能够引发这种康的 最后被调查 最后的受损 夏明表示 从目前的种种迹象和传闻来看 第三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 正在增大 路透社此前曾报道说 薄熙来可能会对他腐败部分的 指控认罪 但拒绝承认其滥用职权 而滥用职权就涉及到薄熙来亲信 前重庆公安局长 王立军所在的中央政法委 这一条线 纽约时报7月末披露 有人证实薄熙来的儿子 薄瓜瓜已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录取 预计即将开始攻读法学博士 薄瓜瓜被允许就读哥伦比亚大学 或许可以说明薄熙来已与中共高层达成了一定妥协 VOA卫视林峰 斯阳 任玉阳 华盛顿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VOA卫视 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聚焦薄熙来特别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樊东宁 祝您晚安 也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由时事大谈主持人海洋 为您主持的第二个小时的聚焦薄熙来特别报道 下面这把时间交给海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